花蓮縣刑局大隊在幾個月前接獲勤資 得知高雄左營區有一處詐欺的機房 隨即和高雄刑大級刑事局徵4隊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日前確認詐欺機房的位置 而時機成熟事後進行攻堅 一舉逮捕到劉信主嫌和成員有6個人 全案也以涉嫌詐欺、組織犯罪、防治條例等罪嫌 已請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擴大偵辦 警方破門後嫌犯一依依舊待 這誰了?誰走去? 這誰走去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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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位於高雄左營區的一處詐欺機房 郭林縣刑警大隊數月前接獲情資隨即與高雄刑大 以及刑事局徵4隊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日前確認詐欺機房的位置 實際成熟後進行攻堅 一舉逮捕劉信主嫌及成員共計6人 也起出並查扣相關與犯罪依據、毒品及現金等 本局刑警大隊獲報 有詐欺集團在高雄左營地區設置詐欺機房詐騙民眾 立即與刑事局第四大隊第二隊高雄市刑警大隊 左營分局共組專案小組調查 並報請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專案人員設法跟姦埋譜收證 並且調閱各項相關資料 確認詐欺機房位置後 在9月15日動員22名警力持搜索票 公監查器、一舉查獲、流信主嫌及共犯等6人道案 並且查扣公犯罪所用的電腦、筆電、手機 新台幣24萬億元等證物 調查發現該詐欺集團是以復合的方式來犯罪 其中自今年4月底迄今 以每筆10元的價格至少販售20萬筆以上 大陸地區民眾個資獲利200餘萬元 而全案也以涉嫌詐欺、組織犯罪、防治條例及個資法等罪嫌 以請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擴大證辦 記者花蓮市綜合報導 你應該要選擇 所以,如果當然要選擇